22.1公里有多长 如果把它竖起来 所以从珠峰顶一路下穿到海底最深处 或者从地表向下直接大穿地壳 而这也正是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的长度 这就是位于新疆的天山胜利隧道 2025年12月26日全线通车 这意味着中国人第一次用高速公路打通了天山 而我们也有幸和极客汽车中郊集团一起 见证了这年历史时刻 可是在天山修条高速公路到底有多难 在深深深深达千米的大山之下 都发生了什么 如果是你能挺过几关呢 欢迎来到星球研究所星天公开物系列 你现在看到的是天山山脊上的一处缺口 但它并非自然形成 而是60多年前 人们用数以蹲记的炸药硬生生炸开的山口 人称老虎口 也只有如此 国道216才能翻过天山的胜利打坂 成为第一条连接北江和南江的公路 然而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 让原本250多公里的直线距离 不得不绕行出将近400公里 冬季更是大雪风山危险重重 就算选择碧其锋芒绕过天山 也要花上7个多小时 才能连接乌鲁木齐和库尔勒两大城市 放在东部可以直接从北京开到江苏 想要更快吗 除非直接穿过天山 不过穿山的位置不能太低 不然将面临极为夸张的隧道长度 但也不能太高 否则依然无法避免大量的爬坡和冬季的积雪 经过反复权衡之后 工程师们最终决定 在这里建一条22.1公里长的隧道 逼此前中国最长的清令中南山隧道 还要长4公里 但选择这样的长度 也注定了人们要面对的 是一关又一关 首先打通胎的时间实在是太长 如果只是靠传统的钻爆法 哪怕两头对打至少也需要10年 如果利用横洞或者斜紧辅助 分段同时施工 就可以加速到72个月 于是工程师们选择再快一点 他们在两条主隧道之间提前建起了一条中导洞 也称平行导洞 通过它连接主洞 可比从陡峭的山体上开挖横洞或斜紧 要方便得多 距离也更短 于是22.1公里长的隧道 就这样被逐渐切分成了15段 高峰期时甚至有14个工作面同时施工 可谓是长岁超短大 但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导洞的挖掘进度 必须比两个主洞更快 怎么实现呢 这就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天山号和圣里号应援绝境机 简称PBM 它们直径8.43米的刀盘 能切碎坚硬的掩饰 比传统的钻爆法快了3到10倍 用来挖掘中导洞再合适不过了 而两个主洞的直径高达14米 远远超过常见的TBM 则更适合使用传统的钻爆法施工 最终就这样用时52个远 人们就成功贯通了这条22.1公里的超长隧道 横洞 中导洞也被保留下来 成为了应急和救援的通道 可是这22.1公里并不都是坦图 当你切开天山 就会发现它的山体实在是太碎了 在你面前的是10种不同的岩石 和17条大小不一的端裂带 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条博阿端裂 更是宽达460米 以一级之力分开了北天山和中天山 面对如此破碎不一忽软忽硬的山体 适用于坚硬岩层中的常规TBM 已然难以应对 这意味着工程师们 必须为天山号和胜利号 进行一场史无前例的升级 在常规模式下 它们能靠撑靴牢牢撑住两侧坚固的岩壁 获得前进的动力 并且不用像常游鱼软土中的顿勾机那样 还需要额外的支护 但遇到岩层较软较破碎的困难模式 它们则可以先架起钢模板 再填充混凝土来稳定粘动 而遇到岩层极易变形破碎的地域模式 它们还能像顿勾机一样进行支护 但用的却是比混凝土强度更高的钢体 即便在错综复杂的地层中遭遇限车 人们也可以利用主动路线迂回指刀盘之前 完成紧急救援 最终相向而行的天山胜利号精准对接 就能打通整条中导洞 而在主动工程师们则选择一柔克钢 它们史无前例地将泡沫混凝土填充到近4万根PE管中 再把它们包裹在岩洞表面 形成一个厚达70厘米的减震层 并且在随后铺设的钢筋混凝土中 每隔30多米就保留一个宽度1米的间隙 从而让隧道结构像多结棍一样灵活柔软 大大降低了断层错动对隧道的影响 然而即便超长隧道能顺利打通 人们依然面临着一个难题 通风 如果用风机直接送风 通风距离最长不过5公里左右 这意味着工程师们必须向方设法 让四组通风数据从山顶落下 连接两条主隧道 从而将22.1公里长的隧道拆成五段分别通风 其中最深的竖井将达到707米 比中国第一高楼还要再高几十米 如果是你会怎么挖出这么深的竖井呢 工程师们的答案是 把TBM竖起来 正如它的名字 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硬岩树向绝境机 首创号 它结合了TBM和石油钻井的钻头技术 能直接向下钻出一个直径11.4米的深径 并且实现无人作业 是的 今天的我们不再需要地崩山崔壮士死 也能让天听实战像勾连 不过即便天山胜利隧道已长达22.1公里 但隧道口的海拔依然高达3000米左右 这意味着它还将面临低温的考验 正所谓五月天山雪 如花只有寒 在隧道洞口附近 年均气温只有零下5.4摄氏度 最低气温甚至低于零下40摄氏度 如果不为隧道进行防寒保暖 就可能因为结冰影响路况 甚至破坏隧道结构 哦 聪明的你 想搭在隧道口附近 加一层保温层 嗯 你想的没错 但工程师们还要为隧道装上暖气 他们发现山体内部的温度基本恒定 于是便在恒动之下 深深攥入80米 接近30层楼的高度 这样一来 以地温作为热源 再通过铺设在隧道趁其中的换热管路 就能实现稳定加热 到这里 你顺利通过了几关呢 实际上建设者们要面对的 还有废渣处理 废水处理 真态保护 地质勘查 应急救援 火灾预防等诸多关卡 才能最终打通这条 世界最长的高速公路隧道 在它的连接下 第一条天山高速横空出世 将乌鲁木齐到库尔勒的车程 从7小时缩减到3小时左右 再加上正在修建的 独库高速和昭温公路 新疆将拥有一张 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 而在这张路网的连接下 从新疆向东3000多公里 可以抵达中国任何一个城市 向西3000多公里 也可以抵达中亚任何一个国家 从此大路出天山 苍茫云海间 这条子汉代后 往来繁荣了一千多年 又在宋代后 逐渐离开舞台中央的大通道 也终于有机会 重铸往日荣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